李克强脚穿鱼靴走近被烟坏的玉米田掰开包米说,里面都烂了,你看!引起网民热议。 视频截图,看中国网站禁止建立景象网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,看中国2020年8月26日讯,看中国。 记者林忠宇综合报道,习近平和李克强近日分别前往安徽和重庆视察灾情。 安徽已是灾后,重庆却正当洪水重灾之际,两人的表现被质疑演技不合格。 而中央几官媒连续只报习近平不提李克强,三天后才有低调报道。 国务院官网则早已连续发布五篇图文并茂的李克强刊灾报道,相关视频和图片在大陆网络疯传。 其中一段视频中,李克强视察被烟坏的玉米田时说,里面都烂了,你看! 有人认为李克强是暗指中共体制里面都烂了。 看中国网站禁止建立景象网站。 自今年中共两会以来,习近平与李克强在经济议题上频繁发出不同的,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声调,被指矛盾分析已经公开化。 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曾传出党内斗争激烈,习近平被围攻,李克强要替习近平。 香港评议人潘小涛认为说围攻有些过分,不过习肯定受到强烈批评。 习近平8月18日现身洪灾后的安徽,李克强则现身重灾区重庆,被认为是会后首次交锋。 据媒体报道,习近平明会考察防汛救灾,但他抵达安徽时洪水已退禁月,习近平在风和日理中全身干干净净考察,大陆有眼前民众发现,疑似当地女工安扮演基层民众与习近平互动,引发讨论。 反观李克强在重庆水换西间,一双鱼靴不满泥泞深入灾区,或网民点赞。 有海外媒体说,北戴和会议后习离手交锋这一个细节让习完败。 李克强二十日前网红水重灾区重庆市,在重庆连续考察了三天。 然而一连多日人民日报央视,新华社三大中央级党媒却只报道习近平, 只字未提李克强,直至李克强刊灾三天后,中央级三大党媒的报道才姗姗来迟。 而新华社的报道,甚至没有给出李克强考察重庆的时间,仅称日前。 李克强所管的国务院官网中国政府网则连续跟踪报道李克强。 法广引述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少称,习近平已经开始重用现任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, 为李克强在2023年下台做准备。 李克强近期已采取自保行动,利用中国政府网突出自己有所作为, 既保现在,也要保日后不备秋后算账。 自由亚洲文章援引曾在中国官媒工作的《香港商报》前助理总编辑龙振阳说, 政治人物到灾情最前线了解民众受灾情况,解决问题, 这种表演是有必要的,而李克强的演出,在他看来,是先天不良后天失调。 习近平在各种灾害面前,是很不情愿去,且迟迟不去。 有时候甚至是不愿意去,可以看出这样的比较与不同,而这样,李克强就不能越雷迟一步, 他又不敢超越习近平去做这种政治秀。 龙振阳说,若给习李体制的堪塞表现大分数,龙振阳认为是不及格,但没有给出具体评分。 他更说,习近平与李克强的政治矛盾,甚至可能影响救灾效率。 他说,在习近平掌权下,李克强就算到了灾区有没有能力调集与分配资源不无疑问, 这也会影响救灾的协调性。 此前中国政府网连续刊载五篇李克强考察重庆的文章, 相关新闻在微博和微信群里疯传。 在影片平台斗音上,疯传多段李克强与市民近距离接触的短片, 集中讨论他脚上的泥水靴。 其中一段视频中,李克强身着剪辫衬衫、西装裤,脚穿鱼靴, 走进满市黏黏的受灾村落。 李克强在视察一片被洪水淹坏的玉米甜时说, 里面都烂了,你看! 引起网民热议。 自由亚洲文章说, 有人做出联想,认为李克强是暗指中共体制里面都烂了。 文章说,长江第五号洪水水淹重庆山城, 李克强盗当的堪塞,看肉农民的玉米甜泡在泥水里, 他在镜头前有感而发,说,里面都烂了。 即使他知道农作物没收成了,农民要过苦日子了, 但政府是否会给农民什么救济补偿措施呢? 承征荣誉会员,西流能够汇成大海, 小善可以成就大碍。 我们向全球华原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, 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68美元美元年, 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, 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, 向至少一万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, 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, 就他们于大瘟疫与其他社会危难之中。